其實這個單位是300呎左右 300呎多一點 它沒有任何間隔 我們就要自己去間房 這個單位最大的問題 最難是因為住有四個人 我們要有兩間房 坊間其實很多設計都會變成一個平排的房 但這個設計的最大缺點 就是令廳很小和沒有窗 現在將主人房、小朋友房和廁所的位置均一 令空間更加實用 客廳變成有窗的一字廳 令客廳光線夠充足 主要設計的概念都是有少少日本風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日本風給人感覺很平靜 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日本風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植物 所以我們放了很多空間 來給植物做它的設計上的焦點 還有你見旁邊很多 我們用了很多木條去做 那些木條就跟那棵樹做枯形 如果全部白了 只有棵樹 其實就好像很分開 但如果你有少少點綴的話 那件事就好很多 除了是鞋櫃和收納櫃外 它還有一張可新宿的餐桌 一家四口同台吃飯都沒問題 其實這個櫃是整間屋設計的最大的重點 因為其實未必很多人會知道 其實法例上在公屋是不可以改電位的 如果是不可以改電位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設計師是很難去設計一個漂亮的 和一個比較functional的設計 所以我們做設計的時候 就會整個那櫃遮住牆去 除了你見到一個櫃之外 其實它有一個functional的設計 就是一個書桌 這間屋有四個人主 其中三張是書桌 一張是梳妝桌 梳妝桌就給媽媽 因為一般的書桌 它的深度不夠 我們做了兩層 拉出來之後 就可以放很多東西 可以做東西 加上這個櫃桶 這個位置 你看到有一個yukalina 一個吉他 和一個鋼琴 這個位置就是給小朋友的音樂天地 灰色牆身不只是特色牆 還有磁貼功能 而且還可以當黑板用 在牆上寫一份筆字都可以 其實這個櫃在這間屋裡有很大的作用 因為你們剛才介紹了 這裡有一個音樂的天地 如果我們玩音樂太吵 就會影響到隔離鱗射 所以我們特意做了這個櫃 去隔音 但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我拉了這個櫃之後 我們廁所的出入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設計上 我們有時候做了兩個櫃 對 等你拉出來之後 就這樣推開這個櫃 就可以走出去 就比較方便 其實為什麼我們設計這間屋的時候 需要這麼多摺疊的空間呢 其實主要就是給小朋友一個很大的地方 可以走動 就像這個一樣 我們就安裝了一個千秋 當你收了所有櫃桶 所有桌子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裡 給小朋友玩千秋了 南湖主喜歡跑步和拳擊 所以康尊為他設計了一個 專屬的小型流動dream room 這個設計上 是將一間房變成兩間房 但是怎樣做到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將一些 很多大家覺得的 一定的框框打破了它 譬如好像看這個衣櫃 我們一般衣櫃的深度 通常都兩尺 但是如果跟足所有的特定尺寸的話 其實真的做不到兩間房 譬如這個衣櫃為例 我們特意縮窄一點 做扁一點 讓它放到衣櫃之餘 又可以減少一些空間出來 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還有這個位置 其實你看到這個洞 就比床頭放下 好像床頭櫃一樣用 但這個洞其實是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這個洞的位置 就是對面衣櫃的掛桿位 雖然只有300呎空間 但框仍然可以滿足到 各家庭成員的需要 而且感覺寬敞又不焗促 整個洞 然後再一次 再次自行的洞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